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知鹰 那楚和晋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国家 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 其实是特别多的 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 晋文公的退避三舍 成仆之战 这个就跟当年的 这个楚国和晋国有关系 当然晋文公那个时候呢 晋国是霸主 但是晋文公死了之后 晋国就越来越不行了 但是楚国后来也出现了 一个很厉害的人 大家知道叫楚庄王 所以呢 在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 楚国的国力 可能要比晋国稍微的强一些 那为什么这个题目叫 楚归晋之鹰呢 这个归就是放的意思 放他回家 之鹰呢 是晋国的一个重要的大夫 当然这个之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智力的智 这个字 那智鹰这个智字呢 是他的氏 就是相当于他们这一支的分支 叫智氏 智氏后来在春秋的末期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 是晋国的六大家族 其中一个 那这个智鹰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而且呢 智鹰的重要程度 可能比他的父亲 还要低一点 他的父亲 我们在这里面也会出现 我们一会再来详细的解 这个智鹰的绅士问题 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 楚为什么要把智鹰放了 那要讲这个事呢 我们先得说 楚为什么会把智鹰给抓了 那这是因为呢 在公元前的597年 当时 楚国和晋国 打了一场很大的战斗 这样战斗 在壁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又叫它 叫壁之战 在壁之战当中 晋国的军队被打得很惨 而这个智鹰 当时作为上场作战的将军 就已经被楚国人给活捉了 但是呢 这里边出现了另一个人 就是寻守 寻守作为当时的进军当中的重要将领 他很能打 虽然我们的军队被打得大败 但是他在逆境当中 自己带着小部队翻盘 做了几件很厉害的事 第一个是 把楚国的公子 这个公子就是国君的儿子 楚王的儿子 古臣 给射伤了 并且给活捉了 第二就是直接射死了 楚国的一个联影 这个联影叫乡老 所以寻守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那寻守是谁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知鹰的爸爸 知鹰是他一个很喜欢的儿子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文章 第一段呢 他说 晋人归楚公子古臣 与连引乡老之师于楚 以求知鹰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晋国人 把楚国活捉的这个王子 叫古臣 以及被寻守射死的 这个楚国的官员的尸体 都要还给楚国 因为其实尸体还回去也很重要嘛 对吧 得以安葬嘛 然后当然还有楚国的公子 都还回去 为什么要还回去 为了换俘虏 换这个晋国的知鹰回来 所以讲了这句话之后 大家觉得是不是其实是晋国比较主动 晋国在有求于楚国的感觉 那楚国人为什么会答应呢 表面上来看 这是因为寻守左中军义 就是知鹰的这个爸爸 当时在晋国地位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已经是中军了 中军相当于是三把手了 他的儿子当然对于晋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晋国提出了这个要求 那楚国人也答应了 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楚国人为什么要答应 大家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寻守的地位很高 楚国人为了讨好晋国就答应了 这其实只是很小的一方面 这背后没有讲的还有一件事 就是楚国其实已经有人 在背后运作这个换俘虏的事情了 是谁在运作呢 这里边叫做深宫乌臣 那这件事情实际上发生在碧枝战之后的九年 你想一想九年尸体都该烂掉了 对吧 然后这个古城也被关了九年 知鹰也被关了九年 九年之后突然间 楚国的深宫乌臣就向楚王提出一个建议 说要不咱们就把这个连瘾乡老的尸体要回来吧 你想都已经死了九年了 怎么突然要这么一个尸体 这里边背后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就是深宫乌臣实际上是为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夏姬 这个夏姬呢 本来是正木工的女儿 是一个正国的女子 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漂亮到什么地步呢 漂亮到他自己的哥哥都喜欢他 当然他的哥哥叫公子蛮 就是这个夏姬当时还没有出嫁的时候 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跟这个公子蛮搞到一起去了 最后公子蛮三年之后就死了 最后夏姬就被嫁到了陈国去 嫁给了陈国的司马 所以他才叫夏姬 这个司马是夏氏 夏姬嫁过去之后 他有点客夫 这个老公过两年又死了 然后陈国的国君 陈国的几个大臣 又跟这个夏姬搞到一起 就长得很漂亮 最后夏姬的儿子长大了之后 发现自己的妈妈跟陈国的国君 还有这几个人陈林公 跟他们有染 所以他儿子非常生气 就把这个陈国的国君杀掉 然后那两个陈国的大臣 就连夜逃走 逃到了楚国 当时还是楚庄王在位 所以楚庄王一看 好这个陈国内乱 我现在是不是就有机会 带兵有借口 达到中原去 所以楚庄王就带着军队 达到了这个陈国 把这个夏姬 那个作乱的儿子给杀掉 而且这个楚庄王 当时很好奇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夏姬 当时已经50岁了 他又想说 一个50岁的女人 竟然能够被这个陈国的国君 陈国的两个大臣 全部都这么的喜爱 这都不太可能啊 我见一面吧 结果这个楚庄王一见 决定纳他为非 当时呢 这个深宫乌臣 就立刻出来说 不行啊 大王 说我们楚王去打这个陈国 我们是正义之师 你最后成了你个人的一己私欲了 这事绝对不能干 当时还有一个人叫公子侧 楚国的公子侧 也在这劝 说这事绝对不能干 那个楚王说 那好吧 那不能干的话 这夏姬怎么处理呢 要不就赐给公子侧吧 公子侧我不要都50了 最后一见说 好 就他了 结果这个深宫乌臣 就在旁边讲 不行不行 他这个祸国殃民的 而且克夫 对吧 你作为一国公子 不能这么干 公子侧就跟这个乌臣说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你肯定也想要的 所以这个深宫乌臣 就一直惦记这个夏姬 惦记了很多年 后来他就想说 怎么能够得到夏姬呢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夏姬 回到他的母国郑国去 而郑国处在晋国和楚国 两个大国之间 他说他可以去协调 我们两个大国的关系 所以后来他就向这个楚王 觐见 他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夏姬 派到郑国去运作一下 换这个俘虏的事 而且当时 夏姬也没有嫁给公子侧 也没有嫁给这个楚王 当然也没有嫁给深宫乌臣 那他嫁给谁了呢 他嫁的那个人 就是那个被射死的 连隐相老 所以夏姬这次去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换回自己死去的老公的尸体 就因为这个事 最后楚王说 那行 那你就去运作吧 所以实际上 这件事情背后的运作者 是楚国人 楚国人找到郑国 说你赶紧去跟晋国协调一下 说我们想换俘虏 然后郑国人当然很高兴 就跑去找晋国 晋国人一看 哎呦很好 因为我们谁被抓了呢 我们这个晋国大将 对吧 知音被抓了 我们赶紧把他换回来 楚国人就趁势说 没问题 我们挺愿意的 我们答应 实际上背后有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 楚人呢 就答应了这件事 所以后面呢 就准备换这个俘虏了 当然这个尸体已经送回去了 然后公子古臣已经送回去了 现在就是 剩下的晋国人 知音 现在还被关在楚国 楚国准备把知音送回去 所以楚王 接下来就跟知音 发生了一段对话 楚王在送知音回去之前呢 他就讲了一段话 他说 子齐怨我呼 就是 你该不会怪我吧 你心里一定对我有怨恨吧 这句话为什么会问出来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你觉得在过去的这九年当中 知音在楚国过得怎么样 一定过得很差 对吧 两个大国交战 然后你被人在战场上活捉 完事关了九年 这九年也一直不放你 这不可能对你好吃好喝好伺候的 那肯定是过得很差的 所以这个要把他送走之前 这个楚王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说你怨不怨我呀 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回去之后 他是谁呢 他是晋国的很重要的三把手 寻守的儿子 寻守现在在晋国是举足轻重的 所以楚王其实想通过这件事情判断 未来晋国会跟自己怎么样处理 他说你会不会怨我 那这个知音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啊 知音对曰 二国之荣 臣不才 不升其任 以为服国 这句话什么意思 说我们两个国家打仗 开战了 我呢自己没有本事 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我的职责是什么 我的职责是打败你们楚国人 但是我在战场上被你们活捉了 我成了你们的俘虏 这个服国就是俘虏的意思 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只是不以信古 史归吉路 君之会也 他说我在战场上被你们楚国人打败 又被你们活捉 你没有拿我来杀掉 祭旗就不错了 你还现在把我放回去 对吧 这是你对我的好 我怎么会怨你呢 结论叫做 臣 实不才 又谁敢怨 是我自己没本事 我有什么好怨恨的 那这段话我们读完之后要去想一个问题 知音这段话是真还是假 好 这节课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再见 读书 点亮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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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